XYG的第三局对决 目前两支队伍已经1比1战平了 战平了 上一局弗兰GK的大敲老夫子体系 玩得很好 白瘦的老夫子确实很顶啊 也跟镜头有了一个很可爱的互动 是的 白瘦确实啊 这个人太可爱了 这个选手其实他 现实当中他的一个个性都还蛮好的 而且非常可爱 来看一下他们第三局的发挥吧 同时XYG这一局也要加加油 看一下两边的BP XYG在红色方啊 弗兰GK在蓝色方 主动以counter为主 去选英雄 那弗兰GK在用过大桥之后 扳掉 然后就要看的是 这里阿古斗会不会被XYG放出来 这不好放吧 弗兰GK这个阿古斗马超 他除了输给了成都A级那一局 其他全胜 9战8胜 没错 胜率89放了 放了 阿古斗 那XYG应该是在红色方已经想好了 我放了阿古斗 我怎么去打 露娜 因为蓝的话DG用过了 打一位的话 好打的话应该就是露娜了 但是对面会有出张良 或者东黄的可能 他出张良 然后你出东黄都不好用 是啊 怎么办 那看一下吧 露娜二楼出了 已经很明显了 马超 然后三楼的这个张良 要不要出 这是他们的标配 他选择了东黄 东黄 那他赌XYG会不会用张良破呢 那要看风军的打算了吗 在西河这里的话 张良走游走 他们用过一次 但输了 但他们当时是配的阿古斗马超体系 试了一把 是的 看一下XYG 异星 还是选自己的 异星跟萌亚可以打出一个配合 把人留住之后 异亚这里的AOE上海就能灌满 是的 异星也是林梦的招牌之一 他这个赛季异星用的是最多的 实战6胜 60%的胜率 他的经典翻盘 就三楼被破 翻盘的那一幕 还在我们的心中 是的 而且他定装照 也是感觉像是异星的那个动作 来看一下后续的班位吧 班掉石梦西 主要是处理 异星GK这套这种的 中轴倾线比较强的英雄 因为拿到阿古斗马超之后 中单如果能配个 能压血量的英雄 那对于马超来讲 是很好进场收割了 对 而异星GK是搬掉孙并 断掉了对面孙并加萌压的一个配合 因为编路还没出 你有出猪八戒的可能吗 异星GK这里啊 两个选择吧 我觉得要么就是鱼姬 但鱼姬太怕露娜了 又一星双法 还有一个是孙上星 之前他们配就这么配 因为李延芳已经没了 你下落不好扛压了 鱼姬好扛压一点 但是团战有点难受 是的 看他们选择了嘛 XYG在后续班位上面 都是处理掉了 对方的中单位置啊 沈梦希和周瑜 青线的法师 对的 射手一个没有班 太一半了 那这下配萌压 配什么张飞 套盾 然后反吼 压塔 感觉张飞不错耶 也可以选择 XYG也可以选择用双前排 双前排的话就防冬皇嘛 猪八戒先出来了 他留了一下游走 可能对张良这个英雄还是 留了一下 看看能不能选 看看情况 反正GK的话就选择自己的体系了 马可波罗看到了对面猪八戒 让马可去打前排嘛 真伤 然后江子牙又减抗性 好处理 因为马超不是一个打前排特别快的英雄吗 他主要还是切C为主 现在XYG比较纠结的是 如果说出张良的话 只有猪八戒一个人在前面 面对马可加上江子牙 他肯定扛不住 他们选择了用刘邦 刘邦配露娜 保证露娜的进场 那只要猪八戒能把冬黄的大招骗出来 那这个露娜加上刘邦进场就是无敌的存在 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上一场的暖阳 那把也是对面没有太多空 只有一个顿山的情况下 那这把的话是只有一个冬黄能稳定空到露娜 那才能限制9月的露娜 这个冬黄看他是先手还是反手 如果说先手的话就给露娜进场的机会 如果说反手的话可能正面会比较被动 对 就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9月自己制裁自己 自己断大了嘛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暂且不考虑嘛 因为对于选手而言 敢选就是自信 确实 而且这个赛季9月的露娜拿了两次呢 50%的胜率 对 这个英雄必须得练起来嘛 我们上一局BP还在聊过 风军这里希望的是XYG全面发展 不偏科 然后打到最后在BO7的话 有丰富的英雄体系 就不容易在BP上就被别人给限制了 对 其实上个赛季XYG在刚刚进入到KPL的时候 他们成熟的那几套体系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 然后当时还在说 如果说这几套体系已经被研究了 会怎么办 但是风军的加入呢 也是在化解这个难题吧 很多英雄都已经拿出来了 而Franji K这一局呢 他们的这一套这种阿古都马超体系 前面有聊到过 是9战8胜 是他们的招牌和战力 可以说是他们最自信的一套了 是的 在第三局关键一局拿出了自信的一套体系 看能够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Franji K这一套马超阿古都打得好 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知道如何去把马超 就摆出这个点给养得很肥 经济很高 马超要打的就是经济压制的效果 不仅要马超经济有压制 还得要这个阿古都也得会玩 对吧 要把这个马超第一养起来 第二 有配合吧 对有配合让他在团战里面能够舒服的收割起来 而XYG在这一局拿到了他们的招牌 露娜呀包括一星都已经出来了 看一下他们如何应对Franji K这一套非常自豪的阿古都马超体系 进入到比赛当中 双方的第三局对决 蓝色方佛山 GK红色方XYG 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 琪琪 我是本场解说 潇洒 看一下双方的开局 开局应该是都不好直接进的 最多就是 你看买兽在哪 换线了 放中了 对 他们是让马可去打猪八戒 他们不管红蓝方都换线 就选择让马可去对好队的一方 不让马可抗压 然后让马超吃中 再吃边 而且下落还是发育路的经济 这可以看出来 佛山GK的经济重心 完全放在了百兽这一边 是的 就给你两条线让你吃 因为前期XYG想要去阻碍 马超吃双线的英雄不存在 你是个刘邦辅助 又是一个异星 然后露娜需要四级之后 才会有威胁吗 这一套阿古都马超体系 佛山GK算是玩到明明白白 透透的 打出了那种养猪的感觉 养猪流是吧 对 百兽就是那只可爱的小猪猪 它是养马流 可爱的小马 但是萌亚这里也过来卡兵了 不让马超这么舒服 看一下XYG的处理 已经知道这个马超在吃双线了 肯定得要去限制他一下 就你起码阻碍一下 他的这个行进路线 没错 让他走得远一点 露几个兵 又来 这波兵线 又是保着吃双线 露娜是有四的 过来先跳一套 打百兽 想杀 但是九月选择了强杀 一换一 拿到第一滴血 他这个人头给的是阿改呀 那我觉得九月这里还是赚的 杀了对面最大的一个 河 对吧 我们刚刚说完 百兽的马超吃双线 就太舒服了 得要去限制一下 那九月就来了 其实秦峰也算是帮了他 哎 星辰下路 想要跃他 但是二技能没中之后 后续不输出 清风交闪现 这里出现一次瑕疵 就是秀特的这个 二技能 如果中了 给一个减速 那清风基本上跑不掉了 是的 百兽复活上线 边路河道之灵 是XYG拿到 中路位置的话 一星一个人在中路 也能好好的发育 上路猪八戒 对到马可 对线 虽然说有点伤 但是兵线已经都吃到了 对 下路东黄有四级双buff 想杀人 咬谁呢 呃 咬刘胖 马超这里第一时间 并没有去跟输出啊 没杀掉 阿改自己有危险 交了一个闪现往回拉 但西河这里也被江子牙烫到了 自己吃了血包 没死 两边的辅助都是自带鸣刀啊 那也回来了 好了 西河是靠自己的恢复血包 恢复上来了 阿改是交了个闪现 跑了 他这波好像没有跟百兽 沟通到位啊 百兽第一时间没有跟 下路位置 百兽被林梦框住了 但是百兽对没走位 躲技能 而且回血没死 马可转大过来 打出了林梦的一个闪现 再打出被动 再来一发普通木尼梦兰 强行杀掉了林梦 但是梦兰现在的血量 不是很健康 下路还有一个小兵 想要磨一下防御塔 可以 因为可能佛人机 看到了对面 换线 然后 自己也换了个线 刚好下路碰到了林梦 想要去杀百兽的马超 9月来了 这波就闪现 刚刚是 闪开了一波 孟兰 骑杀星了 孟兰交了一个进化 加卫仪跑掉了 没死 因为刚刚9月也下来了 所以库鞋就闪开了 同时林梦这个回放 看百兽他怎么躲 一心的阵势 贴你的脸 对我贴你的脸跟你近身 你以为我要跑 但我不跑 然后就是后续孟兰收人头 然后刚刚左下角是实时画面 孟兰交了一个进化 躲掉了对面露娜的那波抓人 嗯 其实百兽就是他没有用惯性思维去往后撤 对 所以打了一个出奇不易 那这波节奏还是不错的 他现在一心贴脸嘛 然后利用自己被动回血 哎 操里面发现有人 不对劲 去右边开下视野 蓬蓬开视野的时候 被拉了一手 消耗了一下一心大招 封了个路 扔大 但是这里9月粘住了之后 没有断大 刘邦保过来之后 想要先击杀蓬蓬 9月拿到了人头之后 看一下马可想要进场反打 被矿了一下 东黄咬到了猪八戒 猪八戒被击杀了 百兽收下了 9月的露娜人头 另外一边 孟兰也收获了一个猪八戒的人头 两边都是残血呀 但是这一波缝纳机给转了呀 两个马盒都有人头进场 只是死了一个阿古朵 但是换掉的对面是个野核啊 阿古朵本来就是一个吃伤害给视野 他是一个前排 所以他死掉了无所谓 重要的就是马超跟马可 对的 蓬蓬其实当时是撑了很久 也给到了自己家C位去输出的一个时间嘛 这也是因为 为什么阿古朵现在在比赛场上里边非常热门 他特别好用 他开视野 然后又有很强的一个存活能力 捏刃能力也是挺强的 再加上这个版本 一些装备的改动 肉刀的改动嘛 让他的伤害有了质变 虽然之前被削过一次 但是不影响 我感觉在路人局里面这个英雄没有大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英雄不能乱杀 这个英雄得要吃队友 对 他拳气太弱了吧 不要吃团队了 哎 契合这一下被百兽戳得有点疼 回去吃血包 然后撤一下 蓝区 XYG是进行了骚扰 但还是没有控到蓬蓬的这个蓝buff 蓝不住 猪八戒没有带撑 不能抢反 反而这可以有进对面蓝区的想法 想打想打 看孟兰的举动 这里冬黄也来了 但九月提前把蓝buff拿到了 这是拉达古朵 先打了一下前排的血线 XYG大范围转上 拿龙 要换节奏 马可在下路带这个线 下塔肯定是能推掉的 一星大招也是封位置 这条龙九月空下来了 旁边有冬黄不敢飞了 马可也来到正面当中 缩了一下 哎呦打残了 露娜很残要走 单看孟兰直接转大 这一发普通攻击真实伤害 带走了一个刘邦 一下呀 刘邦保住的露娜 东方咬了对面的周南 直接也杀料的一星 同时三分球晕住了 秀都很危险 马超来了 猪八戒过来二级能拆火 但是这里一塔还没推 越到了高地的位置 马超一个收枪没有收下人头 压了一下状态 哦 佛兰GK现在一塔都还没推掉 梗梗就已经追到了高地呀 这波团战优势太大了 连推两塔 主要就是因为孟兰这个马可 他和马可现在第一梭子扫到了九月身上 叠出了自己连锁反应的被动 后边也是A了两下之后 直接转大 再接一发普通攻击 就算刘邦传大有盾 但是对面是真实伤害 对 保不住 除非是摇的那个黄色的盾才能保住 对 刘邦这个不行 看后续啊 就是孟兰这个 他的红buff其实快到时间了 但是这个减速在叠 叠出了真伤之后 转大加一个普攻收尾 暴击504 星云流水 128段国服最强发育路 自信啊 嗯 拿到这种灵活射手 上局的李远芳也是 然后同时蓝区啊 不然GK继续进蓝 遥控9月的这个蓝buff 这个蓝buff不好保啊 被马超拿到了 9月这里还断大跑路 有帮给他找保一下 没有机会出咬 现在不然GK是赶着对面在走 就跟上局的节奏有点像了 当不然GK打出了一个口子之后 他会无限的利用这个口子去 压经济 压缩XYG的发育空间 那这个时候XYG该怎么办 B站 他们最擅长的B站 先把自己的核心位置 扬起来之后再去接团 防守反击 还是得要往后再拖一拖 但是从 弗然GK前面两拨那种状态来看啊 你说中塔还没推掉 就已经追到高地塔前了 他们肯定不会给XYG这样拖的机会啊 打得很主动 而且有东黄在 上去咬人就是主动开节奏 就弗然GK把自己在A组的那种统治力啊 那种打法的状态带到了S组 先看下落9月 出手 有机会 配合刘邦两个人 杀掉了百兽的马超 很关键的一波 断了弗然GK接下来的进攻节奏 又是关键时刻 9月站出来了 9月的进步真的非常大 现在已经是稳定的carry点了 拿出他 他拿出露娜就是为了康特对方的马超 是的 他也错到了 这一波杀掉了马超之后 弗然GK在这两分钟之内吧 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进攻了 主要下落 刚刚应该是百兽在下带了个线吧 然后被露娜黏着连飞 对 这个是野区这里看到了 对 百兽 百兽是主动过去找他的 他就看了一眼 我看看你9月在干嘛 我瞅瞅你 这里啊 东皇咬到了是露娜 露娜这里有刘邦寶 没死 反而是把蓬蓬的阿古多给击杀了 马可转大 被9月拉开了身位 9月在一三二三跑出去了 还拿到龙啊 秀都把龙拿下来了 我这一波关键团战80%输出的露娜 9月 9月啊 9月露娜 秀起来了 真的是秀啊 她这一波也可以说是七进七出了 她先被东皇的大招咬到了 但是刘邦寶她她没死 然后就是秀 还躲了孟兰马可的大招 上去之后再用龙做跳板再回去 她回去的同时还打出了伤害 是的 确实配游队友还把这条暴君拿下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跟露娜作战最好不要选在野区有野怪的点 太灵活了 对 这条龙十分钟到了 XYG直接开 要炸掉了 撑掉 死血 9月 但是9月就算大了 一星震神拉到了马可波罗 萌亚大招也开 马超 然后戳凌梦凌梦被打出了一个被动鸣刀效果 能跑 这一波 江死牙 这一波就没有必要交闪了 XYG的状态不是很好 往后撤了一波 那弗然GK就选择利用这个时间差去开主宰换龙 回过一下这一波 被咬了 旁边虽然东方摇到他了 能跟输出的只有阿古躲 然后9月飞过去吸两个 又打起来了 东方摇到前排先把猪八戒咬掉 但是9月今生打到了孟兰马可 先将马可击杀了 那这波团战猪八戒倒了 换了一个马可也不亏 主要现在就算有东方在 好像这个露娜也限制不住了 因为他有刘邦 对 最后这个刘邦选的点击之笔 这是康特冬黄嘛 他进场了之后有刘邦的大招 20的免伤保证了露娜在短时间内不会被秒 是的 再加上佛RNGK这里 最高的爆发要靠马可叠出被动之后 打出真实伤害才可以 要不然就是百兽有机跑的时候 是的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点 就是露娜现在经济是8600 全场最高经济 马超现在是7200 在这个队位上面 9月的经济是有足够的优势的 但一开始她的经济是没有马超高的 就是从她在蓝区那波 杀掉百兽之后 她的经济才起来了 嗯 连续的几波 现在佛山GK 魔女也在补了 马可的大魔女做了出来 后面再补破晓 阿古朵身上也有一个神鹰斗篷 但这段时期就是露娜的强时期 对 你除非能第一时间将她秒掉 要不然她就是乱飞 你能限制她的只有冬黄 但冬黄现在有刘邦这个大招能破解 在中期的这个时间段 XYG找到了一个打佛山GK 阿古朵马超的解题方式 打回来的一些效果 现在佛山GK好像就没有很急了 现在在做B站 对 她要等一下自己身上的魔抗装 包括输出装 因为这个点有点拦不住露娜 爆发不太够 马超也是因为露娜太肥了 直接做了一个大的勇业 现在只有暗影战斧加上冰痕制住我 这两件装备不够看 在这个阶段 两边镜像带线 但红buff是刚刚被 XYG有进红的想法 对 这个红buff的话应该是对面洞察到了 算了 因为没有提前占据好视野 而且冰线有点差 先回去守一下冰线 不好控 现在只能说 XYG通过9月露娜那几波反打 把局势给缓住了 反而GK没有办法再像前几波那样 一波团战直接拿好多塔了 现在只能慢慢打 这样的话就能够去拖到自己家队友的装备 一星包括萌芽装备也在补了 这孟兰是红蓝buff全撤 蓝buff帮他减CD 红buff帮他黏人 达出更高的伤害 这个时间段 其实更多的伤害 是需要孟兰去铺垫的 他现在已经逐渐成长为了那个 马盒 现在XYG是想包啊 下线是有优势的 卡一下弗然GK的转线 对 但这波清风有大叔 孟兰有破晓 两个核心装出来了 一搜子扫到了猪八戒 身上猪八戒顶不住 马可一二连招上去 大餐猪八戒 挺疼的 那猪八戒状态掉了的话 这条龙 不然GK应该是有了 上路还有优势线 对 孟兰他现在吃了很高的 经济红蓝buff 所以他在消耗方面呢 也挺勇的 上来就用E技能 B位置去打消耗 这条龙不然GK拿下了 那打马可 现阶段只能看酷鞋 要么就是直接闪开 要不然你就不要跟他抢视野 会吃亏 对 林梦这一下 吃到姜体来的大招 酷鞋被打出真伤了 只能往后撤 露娜进来吸两个 消耗一下 这个龙XYG还是开不了 不好开啊 卡不住视野 这马可这个阶段 对于猪八戒的威胁很大 中尚选择回家了 因为刚被消耗的确实有点难受 不然GK也没有第一时间 选择去让龙 嗯 马超还在另外一边 牵制一个辅助刘邦 西河也不怕 那只要坦下期限就可以了 现在XYG就只能让刘邦去边路 打这种龙团 一息大招 冲下位置 不然GK还有奔狼 想要过来冲 对马超直接冲进了人堆当中 吃了第一套伤害 百少有点扛不住 先往回拉 没死 林梦也被打残了 但蓝Buff还是在乱战当中 被不然GK给反掉了 这波弗然GK的目标就是控路纳的篮 他一个分篮让你听见 让你有点慌 对 然后百兽 倒是冲得很靠前啊 本来这个阵容是他打收割 马可消耗 然后江仔也是消耗嘛 现在换一下 因为马可现在确实经济很高 装备也很有优势嘛 马超上去吸收一下火力 让马可收割也不是不行 因为刚刚潇洒有说到 这个马盒好像转移了 对 转移到孟兰这里了 他的经济是一号位嘛 那个马可波罗马超都是马嘛 后边孟兰又做了一把风暴巨剑 他想出什么 苍穹吗 还是说无尽 应该是无尽补伤害啊 嗯 反正苍穹又不是不可以 定面好像出了露娜 露娜也不算爆发特别高的 他应该会补伤害 诶 刘邦大招已经被打出来了 因为他在下路打不过马超 那传过来之后五打四正面 要拆开了 开人 一心给个大招 留住的是阿古朵 阿古朵很能扛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去限制到 孟兰的马可波罗 XYG选择不打这波团 往后撤 对 那等于说下路的阿尔塔 也被兵线给带掉了 这个龙的话 XYG也拿不下来 要被佛人机给接手了 但是我感觉XYG 不是特别想放啊 想要去尝试一下能不能抢 因为目前兵线还可以控制 是的 朋友这个龙反拍 东黄咬到的是一个 露娜 露娜呀 但露娜这里满血进场 刷两套 这里九月是断大的 因为孟兰交了一个进化 他追不上了 佛人机可以拿下 这条主宰的红区 马可的红区要被XYG反进了 这样子一个大招 看到里面有人 但也没有办法阻拦 但最终这条暗影主宰还是被佛人机给拿下来了 因为阿改这里是锁死了露娜 让露娜没有办法进场去抢龙 嗯 XYG去反这个红 也是为了下一波 佛人机可以没有那么的强势吗 但是佛人机可以有这个主宰先锋 推进还是更有优势一些 上路位置 先处理兵线 那中线怎么办 让萌亚一技能先扫 主宰阶闪开 上去拉回来三个 异形大招也流出了 上来先秒掉了清风 莫莱这里也是一个踩血 边打边往后撤 那正面的话阿改也被留下 这波XYG瞬间换出了两个复活甲 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啊 这一波酷鞋跟林梦的配合 直接流出了对面所有人 这波XYG打了一个出奇不易 一换二同时也是暴君杀星的时间 可以去拿暴君 对就主要是猪八戒那个闪开 很突然的同时 林梦的大招接上去了 他利用自己猪八戒二阶段 放完之后的被动 直接将马可跟姜子牙 全部拉回到了一星的大招里 你会发现XYG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进化了 他不会说你在压的时候 我把东西放给你 而是选择去反开 抓住你一些走位过于靠前 是的 有机会就直接开了 不然机会还是得要稍微小心一点 刚刚东黄其实又是在团战里面 找到了九月的露娜 但是东黄这几个大我们看到 都没有办法配合到队友 把他们秒杀掉 就击杀不掉 对 那猪八戒上来 主要是这个二技能 直接把人全拉回来了 把人都拉到一星的大里面 对 短时间内的话马可只能转大 把对面的人压退 保自己 是的 东黄那个时候咬已经没办法了 他其实目的不是为了去击杀露娜 而是限制露娜进场去收割 那时候他咬不咬已经无所谓了 是的 这波团战 防人机克的C位第一时间就受到了威胁 继续去处理兵线 现在比赛时间已经进行到了快十九分钟左右了 还是一波团吧 要不然就等风暴龙王 马可 一技能先扫露娜身上 露娜被打掉三分之一的血量 回去 先补一下状态 先点了一下血包 他的一个回复没有回去 现在就看马可 能不能把对面的状态先压残 一技能扫 这一法一技能没有扫 没有扫拳 江泽这个大也没有很好消耗到 一星震神拉到了马可波罗 主板就闪开 但是被马可大招躲开了 里边一星大招只留到了彭沫一人 彭沫身上捏了一个血魔和大招 不会死 江泽一个大闪打残了秀都怎么样 半血得要往后撤一下 但江泽没闪 阿古多没有走 交了一个二技能往前走 然后被一星给收掉了 他没血魔了 这波他身上有大招 但是 队友也是撤退的状态 没有人能够去接他 主要是风暴龙王要刷了呀 这一波很关键啊 你给机会了 那XYG 林梦这里也抓住了 上路也只让刘邦带 然后正面直接开龙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敢过来我就直接开你了 你没有了前排 只剩了一个鸟大的东黄 所以风暴龙王 所以风暴龙王多半是要放龙的 对 这条风暴龙王只能放了 接下来是进入到了XYG 反击的时刻了 风暴龙王被XYG的9月拿下 那这条龙王拿下来之后 局势就发生改变了呀 不然GK后面团阵得要更加小心了 因为现在东黄他一出来 对露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限制 现在又多了个盾 是的 更不好咬啊 这个盾又厚 第一条稍微还好一点 莫兰把鞋卖了换成了引刃 因为引刃也有移速的加成 完全是在后期可以代替鞋子的一件装备 是的 还是想把自己的伤害输出最大化 想把这个露娜解决掉 对 不如我莫兰这一下被异心又逼出了大招 他被对面草丛里出来的人打了个 就吓了他一跳 他必须得交位移跑 上路位置的二塔不好走了 那马超在做另外一条边线的处理 嗯 刘邦得回去把边线处理好 他有大招随时能够正面支援 他不用跟正面的 但如果是XYG被对面一个马超带线牵制到的话 但这条风暴龙网只能帮他们破掉外塔 没有办法上高 看正面袖都开大了 这波有机会打就会开 不然这个是先把龙给处理掉了 因为马可波罗的存在 他处理这种主宰先锋也好 风暴先锋也好非常快 嗯 他打兵线就是两颗子弹就能触发被动真伤嘛 现在看到的是French K 蓝色方的视野 但是不知道有帮位置 但这个红BUFF是被抢了 嗯 被一星 马可没红了这波 没拿到 一星大招先把人逼出去 马可大招又被逼出来了 中路二塔能够推 正面阿古多也交了个大招 压了一下一星的血量 是的 再把蓝区控一下 把这个蓝留给九月 呃 留给的是林梦啊 家里的蓝BUFF给九月 对 看一下两边的装备 秀斗 这边是身上两把无尽啊 双无尽嘛 最适合萌芽的装备啊 增加自己的暴击力跟攻击力 让自己的一技能能打出成真的伤害 莫兰现在其实身上有个冰甲嘛 她要是往里转大的话 效果应该还不错 但是前面几波大招 都是被一星给逼出来的 这是她在后期的一个选择吧 换了一件装备 中路位置 进行一些血量消耗 但是有阿古多的话 他们的消耗可能会更占据点优势 有一个金草原可以回血 蓬蓬这波是看露娜不在 想要上去开一波 扔了一个大招上去消耗了点血量 但是一星这里反开 大招没有留住人 但灵蓬这里状态很差 得往后撤了 看一下阿改要不要出 闪要咬到了9月的露娜 露娜这里被直接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后续输出能跟她吗 露娜这里跑了出来一个灰月 江子牙这个大招 看江子牙没有大闪 但是秀斗也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9月是用灰月极限的规避掉了江子牙的一技能 不然不是这个灰月她死了 一技能的那个持续伤害 风暴龙王前的一波摩擦 XY这边残血回去不及状态 弗然GK想要去绕龙 这下风暴龙打的已经半血了 打的都非常快 江子牙大招 风路 马可已经能扫射压状态 9月选择了去打马超 但阿改也被打残了 佛山GK拿下 第二条风暴龙王由佛山GK拿下 他们选择了用最稳的方式去控龙 而不是说跟对面 把对面的人放过来拼龙 他是把对面的位置全部逼退了 确保对面不过来 我在打龙 XY的选择是他们真的很想去尝试一下 因为对面打也毕竟是阿古躲 他们是想去尝试抢一下的 但是位置被封得太难受了 那个口子 狭小的口子被一个马可和东皇锁死了 如果露娜先进来肯定会吃咬 这个时间段她没有复活甲 也没有辉月的存在容易被妙 而且酷鞋猪八戒闪现美好 她也没有办法去主动开团 或者说是主动开团是伤害嘛 得要再拖一下了 她的CD快好了 对的 那这波风暴龙王拿下来之后 佛山GK去推进容错率会非常高 是的 先扫猪八戒 露娜进来吸一套 打不掉血啊 自己反而被马可撞打进去 这一个冰甲的效果晕到了露娜 把露娜给秒了 秀斗这里也很惨 得往后撤了 但是如果冰线被XY给处理掉了 但是中上线怎么办 太难了露娜不在了之后 露娜不在了之后 打开闪心去咬到的是一个刘邦 刘邦直接被打掉了 但是西河换出了一个复活 枯鞋 回越 闪现往回撤 马超上去戳枪 杀不死 萌亚现在是满转一直 刘邦给大招 这边狂扫 输出拉满了 打出了蓬蓬的复活 收掉了清风的人头 看见孟兰在扫射 已经拦不住对面的输出了 得撤 蓬蓬 冰刀救了自己 冰刀救命啊 不然被点那一下 应该是要被点掉的 很危险啊 刚刚也是秀斗跟林梦 在露娜不在的情况下 他们把输出拉满了 打退了佛神GK 那佛神GK等于说 这波风暴龙王 帮助他们破掉了XY给所有的高地 三路高地 其实孟兰在出兵甲 他就是在等待那一瞬间的机会 只要他能抓到露娜 翻秒 他抓的就是九月的一个一不小心 就是他先铺垫的一缩子 他看一下露娜跑不跑 露娜没有跑 他选择了二级的加大招直接 加上刚刚领动的那个冰冻效果 控制 短暂的一个控制打出真伤 直接把你秒了 你反应不过来 很果断 对的 刘邦大招都保不住的 刘邦给大也没用 因为他打出了真伤 你那个护盾保不住 再加上他出了无尽战刃 增加了自己的伤害上限 全是暴击 扫出了白子 要拖到第三条风暴龙王了 两边目前各拿一条风暴龙王 但是露娜GK再拿到那条风暴龙王 是破了三高的 对 现在兵线是比较好去做牵制的 XY技仙又是面领着露娜GK给的选择体 三座高地 就好在有个刘邦能保证一条线 起码能守一守 但刘邦他作为一个辅助 经济也不好 他处理兵线的速度太慢了 还是超级兵 看东黄的位置 看到了猪八戒 也看到了露娜 这里能咬吗 不敢咬 有点脱节 阿改被猪八戒控了一星 回头拉了一下 阿改出一摇 咬到了这个猪八戒 猪八戒掉了一个灰烈躲伤害 秀斗冲过来想扫死阿改 差了一丝血 秀斗冲到了后排 也没有杀掉 秀斗有点脱节 但正面的话 白兽杀掉了猪八戒 还在去杀林梦 孟兰复活甲被打了出来 再被追击 被露娜黏住了 孟兰这波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明刀 但是明刀碎了 被九月收下了人头 但林梦这里也被马超给处理掉了 九月再出来 飞到了清风 清风没有闪现 露娜再上二连击破 秀斗在这后 秀斗终极要后卫 但是九月这里也被打掉了一个复活 被阿古都砸了一下 龙再给一个击飞 刘邦给打 保下来 被顶身 九月 这波死掉了 马超有一个复活 冬皇再也要咬到了 秀斗 秀斗一丝血 狂舞线回血 有明刀 扛住了所有的 被冬皇的球杀死了 怎么办 只剩了一个复合 有点手不住 虽然佛尔基根也没有了射手 但是有一个阿古朵 只要兵线运进去 就可以一波 库鞋马上就活 二打二 库鞋这里 有机会把兵线拉出去 都是前排啊 对 有点打不动啊 竹八戒直接冲着 蓬蓬的本体去了 超级兵送进来了 凌梦快复活了 在西河开了一个防守干扰 拖到了凌梦复活 看一下跑梦 超级兵好跑啊 虽然直接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佛山击开 大后期 打到了弹劲两绝 靠着阿古朵 靠着超级兵 才拿下了XYG的水晶 拖到了第三条风暴龙 佛山击开这套阿古朵马超体系 目前是实战九胜百分之九十的胜率 目前仅输给了成都A级超会一局 是的 他们的马超阿古多体系确实很强 而且他们这一局的马合是双合 一个马超一个马可波罗 这把孟兰的马可波罗也打出了他该有的效果 真的是果断敢打自信操作 下路那波看似有风险的操作 但其实都在他的计算之内 因为他上去赚大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兵甲开了出来之后 给了个稳定控 瞬间卖掉了兵甲之后换了一个复活 是的 9月的LUNA这一局的操作已经非常秀了 但是他们最后那波团战 主要看到就是三高被破 超级兵压力太大了 是的 那再次恭喜Franji可以拿下一局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拼了醒 好的 欢迎回来这场比赛我们看完了 最后发现还得靠超级兵 是吧 人四个肉顶在那边谁都没有用 最后超级兵过来强推 虽然说他有干扰 但是下路的那个超级兵进去太多了 再加上中路的兵线到后面也进去了 总共算来十几只 那个时间点的超级兵 拦不住了主要是 不比英雄强吧 超级兵大军是吧 主要这三高的优势 真的到了后期就显著了 时间越久 他那个兵线压制的能力就越强 对 而且这一盘的话 前就是一旦这个XYG前面没有 拿出来一点点优势的话 身上打到中期马可成行 这个江子牙加马可 对于这盘的猪八戒太不友好了 而且猪八戒的经济 其实到后面是很低的 对 一度低于这个西河的刘邦 因为他一直去开视野 他三级大幅也出得很早 就你这盘刘邦是不能开视野的 刘邦是要藏视野的 所以说就是猪八戒又是很穷 不过中路那一波 确实开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那波异星框了大之后 猪八戒把人拉进异星的大力 那波实际上打完了之后 XYG才稍微有一点能把兵线推出去的一个机枪 对 如果没有那一波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直被压着打的一个情况 对 我们好久没有看到 反正GK的马合在对局当中打得这么艰难 那是因为XYG他很好地利用了自己阵容的特性 阵地战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跟你打 对 因为他需要萌芽的一个稳定输出 包括异星的大招 他其实好几波的拉和大招的那些伤害能给的很足够 对 还有一点就是在中期的时候 这个刘邦鲁娜打出来了刘邦加蓝的效果 你不得不说XYG的手法是真的硬 是 真硬 真硬 真的是硬顶 硬顶 看看MVP最后给到了孟兰的马可波罗 对 孟兰这把的马可波罗的出装也是比较标配的 就到了真正的大后期就是影刃 然后破晓 再加上一个漠视和一个无尽 因为对面这一盘的阵容里面 没有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大C 所以让他进去一套转死 对 所以说他这把更多的是拉在最远 在这个地方缩缩缩缩 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再进场 所以说他这把就是先出的一个无尽 保证自己有个足够的poke伤害 对 正面的第一波伤害先打足再说 包括我在后面的时候两个队伍 因为拉扯能力都很强 打着打着 两个射手直到的后排 你的C跑到了我的蓝野区 我的C跑到了你的红野区 最后看到秀斗随语而安 看着我在红区要不回个城还是绕个后 顺手绕了个后 吸个血拿了个红 绕出来了 但是没想到正面打了第二波 洞皇太义的第二个大招都好了 对的 两个队伍疯狂操作 而且这把孟兰其实有一个点在于 中期有几波被一星这个点的二技能 给拉了之后 到后面他很稳 稳到什么程度 大招走 就一旦要被拉就立马交大招走了 就更快一点 更直接一点 我也不跟你省 因为这把实际上大招没有那么重要 对于马可 就是中期的压制 主要是抗过姜子牙和马可的一个poke消耗 对 还是用poke 一技能 他除非找到像这种露娜 或者是对面的C位 其他的C位关键点 他才会选择用一技能配合大招 这波你看也是一个很极限 最后补雷一发补弓 这一般就是真的打得很难受 这个马可基本上这盘没有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两边这种手长的 就手的这个长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把XYG中期 他的英雄是很强势的 他有一个萌芽 有一个露娜 但是没有打出来该有的一个效果 主要你到了后期的话 其实也就只有在XYG的高地 我看到一波萌芽他反打的那个伤害 是够的 但是那一波的前提是在于 佛山GK这边整体没什么技能了 没办法给你反打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中路那一波 猪八戒配合一星的一波开团的话 实际上 佛山GK他们拉扯的这个阵型 拉扯的很好 就你基本上开不到我 但是我能一直消耗你的血量 就是很难开 所以说真的那一波 猪八戒开起来真的很难 而且他那个经济是最低的 对 全场最低 真的那一波开下来真的很厉害 但是你那一波开完了之后 别人就有提防了 你又不能永远保证 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对着灵光一闪 难度真的超级高 难度系数比较高 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 但是能打出一波已经非常的漂亮 就很厉害了 但是反正GK还是非常有底蕴的 在这种拉扯的过程当中 也是沉住气 对吧 通过看到这个孟兰的思路 也潜下心来了 那肯定的 孟兰预测度就是他们自己的 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点 我感觉佛山GK他们节制缓下来了 因为打团有点感觉好像伤害不够 或者是出时环境很差 结果注意了一下出装 是清风这边的江子牙 他是回响 然后闲者之书加剥削者之怒 这三件装备 就他的法穿还没有做 当他出来了之后 我发现对面的前排真的扛不住了 完全扛不住 这波是第一波的一个互换 但是我们看这个翻打 这波也就是那波翻打 太厉害了 你看 真的开的很困难 很极限的位置 很好拉回来 堆出去拉回来 这个是整场XYG打出来的唯一一波 很漂亮的大团 但除此之外 一直在被拉扯打得很难受 就一直是最远距离被消耗 真的太难开了 看这边还给了一个小镖 是马克波罗的领东 进去 他一直没有出这个装备 这波进去给了一个 他这波其实控的是别人 不想控诺娜 他主要的是 诺娜肯定他把握伤害能赚死 他怕别人拆火 整体上来的话 反正GK是把这个距离把控的是非常好 你看他不是说我长时间用这个装备 我在上高地的时候这种特别情况我用一下 因为上高地不得不打 对 其他的时候我就尽量一技能 我就不要一身犯险了 对 你看刘邦这波传了萌芽之后 萌芽真的舒适环境很好 伤害非常高 主要是没技能去限制他了 对 但是相反 但是相反的相对来讲 他流人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对 这是最后一波团了 看东黄先咬的猪八戒 主要是什么萌芽 为了追一个东黄 然后让你们阿古朵掉头 不管你东黄这把大招都死了 你萌芽去追相当于是 东黄把萌芽换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主要是那边 马可波罗也是 一路被追过去 对 然后萌芽就在那个地方 发现一个好东西 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他开始攒自己的被动了 对 所以要不然不走了 本来想走不走了 对因为正面看修斗这边好像 看这个九月这边好像能打赢 参与一下 对 但是东黄这时候看到了 第二个大招也好了 第二个大招也好了 很绝望 这个是真的绝望 因为前面爆技能 大家都知道技能交的怎么样了 对 结果就是你状态不满了 人家也不满了 谁能想到一波团战 东黄站到了最后 然后这时候看锤子冰 老王你来数一数 三路你看 超级多 下路冲路上路 进来总共有十几个 真的守不住 你能想象吗 带入到XYG的这个视野当中去 主要你不要觉得那个大只的超级冰 就最前面那只 就血量很厚的那只 觉得他的攻击力很高 你想想后面那几只小的 他攻击力也不低 对的 所以你真的处理不过来 而且主要是活的是一个异性 他没有办法管那么多的兵器 他这个阵容里面 谁活着都处理不了超级冰 就没有一个打超级冰快的人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 但是凤山GK找到了自己获胜 拿到比赛胜利的方式 要论破三高 谁的经验最丰富 那还是凤山GK 那接下来你觉得XYG想要反败为胜 需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XYG他们这一场 就是他们拿了一个中期很强势的阵容 但是你要论阵容的运动